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是 最高级的修养是 看谁都顺眼 一起来听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 看谁都不顺眼 遇见什么事都想指手画脚 结果呢 闹得别人不舒服 自己也一肚子气 看别人不顺眼 实际上啊 是你的修行不够 王阳明说 天下无心外之物 万事万物 都是人内心的投射 比如一个善良的人 目光所及之处 皆为美意 一个恶人 他眼中的世界 就荒芜阴冷 有这样一个故事 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某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 在灵中打坐 日移月动 竹影摇晃 一片寂静时 佛印突然开口 对苏东坡说 观君坐姿 酷似佛祖 苏东坡听了心里一阵欣喜 又起了捉弄他的念头 于是看着 佛印的倒影说 上人坐姿 活像一堆牛粪 佛印 没说什么 只是微微笑 苏东坡回去之后 心中暗暗得意 总算让佛印和尚 吃了个闷窥 但是相比之下 到底 是谁输了呢 心里有佛 看谁都似佛 那些处处贬低别人 只能看到 事情不好的一面的人 是否是内心 不够强大的表现呢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示 我们会更厌恶那些 跟自己有 类似缺点的人 也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在外界 看到了 类似自己的缺点 那么他会 愈发生气 愈发排斥 所以你会发现 那些总说 别人愚蠢的人 其实是对 自己的智力 不够自信 那些总说 别人物质的人 自己可能才是 真正的白金主义者 而这恰恰暴露了 自己的内心 著名哲学家 罗素说 须知参差多态 才是幸福的本源 越成熟理智的人 越能看到 世间万物的多面性 便越能包容 和尊重他人的差异性 正所谓 君子何而不同 在具体的问题上 不必奢求一致 但却无妨碍 彼此之间互相欣赏 北宋两大名相 都有此胸襟 司马光保守派 王安石改革派 两人互为政敌 彼此都认为 对方的主张荒谬至极 司马光落魄时 皇帝让王安石 评价司马光 王安石对其人品能力 才学 都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司马光因此得以 全身安然而退 后来 王安石遭到弹劾时 皇帝询问司马光建议 他恳切地说 极恶如仇 胸怀坦荡 忠心耿耿 自古君子之风 后人将他俩的这段渊源 每誉为君子之争 有利益之争的人 尚且能如此 更何况在生活中 看不惯的大多 是无关紧要之人呢 世间千姿百态 人人生而不同 用自己的标准 去找别人的答案 永远是零分的结局 高层次的人 都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 不去插手别人的人生 正如作家一书说的那句话 每个人说另外一个人 道理总是一箩筐一箩筐 杖八的灯照见别人 照不见自己 做人最忌讳的 莫过于自以为是 用自己的尺子 去度量别人的人生 把别人的生活 放在自己的天秤上 称重 君子何而不同 何是因为认同人品 不同是为了坚持 自己的主张 我尊重你的人格 但我未必同意你的观点 我反对你的理念 并不意味着 否定你的全部 这就是君子的做人原则 生活中人人都不同 理解别人是一种涵养 尊重不同是一种境界 真正成熟的人 对于别人说错的话 做错的事 不会放在心上 更不会因别人的过失 而染污自己的心灵 真正成熟的人 心中充满的是 善良 宽厚 仁爱 等美好的东西 眼里看到的 也都是美好的事物 再也没有那些 恼人的是是非非 晚清明晨左宗棠 曾在江苏无锡梅园 提过一首诗 发上等愿 结中等愿 想下等福 择高处立 寻平处住 想宽处行 如诗中所言 为人处事 应当高瞻远瞩 稳重低调 多分包容 留有余地 当你眼光长远了 心中就会宽广 看到的风景 自然就多了 对待万事万物的心境 也会平和许多 人生在世 成大事者 必有夺势之量 亦有容人之心 真正高情商的人 往往看什么 都顺眼